一名82岁老父昨天在马林百列路与安博路环形交叉路口意外身亡之后 蒙巴登单选区议员林蒙全表示 将和陆路交通管理局探讨在环形交叉路口安装行人防护栏的可行性 在狭窄的人行道上安装防护栏的想法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 两年前在同一个环形交叉路口发生交通事故 导致两名勒林受伤后就有居民提出了这个想法 不过当时陆路交通管理局评估后认为 道路过于狭窄而不适合安装防护栏 所以只采取了加宽人行道及设置限速交通标志等其他措施 发行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